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成为我这个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员 所以不仅仅是一个摄影师和这两个模特的关系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好像是朋友 甚至是女儿关系 我就看他们就觉得像女儿 然后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他们就是雨林的这种精明 然后非常非常有责任心 有爱心 有灵气 他们在雨林里面的那种 对自然的那种爱 其实常常令我感动 她是人像摄影师 谁都知道萧全是人像摄影师 她对人的那种尊重和对人性的那种 她自己有她的方法去捕捉 然后她看到这两个孩子 首先他们做一般的审美来讲 是个很美好的模特 很难讲孩子身上是什么东西 大部分人会说灵性 灵气 美好 但我觉得是因为孩子的和自然的这种关系 吸引着这样的一个摄影人 这个摄影师他愿意把他这种关系 这种动态的记录下来 所以他就不停地回去 所以就这样成了家人一样的朋友 就像很多人讲 像刘峰老师讲 萧全的摄影是一个高维度的影像的一个记录 那他走到了湄公山庄以后 他为什么再也没有愿意出来 即便他在世界各地做了影展 拍摄各种各样的人 但他都会定时回到天子山 回到湄公山庄 因为他在那里找到了他 其他影像不能给到他的一些感受 这是两个孩子身上的东西 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一切的自然的这些现象 都是我们被心里投射的一个像 如果我们没有这么一个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愿景或者是这么一个恋人的话 我们也不会去做这些事情 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曾经的 那么宝贵的热爱雨林被轻而易举的破坏掉以后 你也会舒适无睹的 当你觉得认识到雨林的重要性以后 你心里面会深深地生起一个慈悲心 然后你的爱的那样的一个力量 才会从你的身体里面长出来 去影响这么多的人 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个展览 我们呈现的这样的一些影像 我们讲述的这两个小朋友的故事 就会起到这么多的作用 在我看来雨林 它不只是地球的废 它不应该被归类为一个什么部位 它根本是没法跟这个地球分开来的 它是一个生态系统中根本没法缺少的 所以我们希望用我们这一小块地 来影响其他的人去创造更多的美好 不要再盲目地破坏 等到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大家都相信我的时候 我就会去呼吁更多的人 因为我做这一切 上学还有演戏当演员 都是为了保护雨林 保护这个地球 也希望大家跟我一起 当志愿者 保护一下自己的地球 我看来你 就会整个儿子 的我可以 就会来 订阅 但是我发现 一些在这些地球 我但是我也发现 所以我刚刚一个人 而且我改变